台湾当局的自卫部门 不好意思 更正 自我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邱国正 日前公开表示 中共的军事水平啊 目前已经有武力犯台的能力了 请问发言人有什么看法 这位记者同志请你自重 总之只要中国人民解放军 想要武力犯台 随时都可以犯台 根本不用等到哪一天 天天想犯台 天天都想你 天天也问自己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 外交部的中外媒体记者发布会 今天的发布会由我来主持 应就台湾当局所谓 双十相关的活动 跟各位简单汇报 首先我们必须严正澄清 中国的国庆是10月1号 不容置疑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10周年 习近平主席也在10月9号 前往参与活动致议 最后所谓的10月10号 充其量 只是所谓中华民国的名单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的那一刻起 民国基本已经灭亡 台湾岛内一群人自娱自乐 敲锣打鼓的庆祝中华民国名单 恐怕只是逃避现实的集体欢愉 下面我来接受各位的提问 新周日报提问 在10月10号当天 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在所谓庆祝大会上讲的话 其中有一点提到了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了 请问发言人对此 有什么回应吗 蔡领导人这番谈话 简直是荒谬至极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模糊空间 更没有各自解释的空间 事实上中华民国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阴阳两阁 人鬼殊途 至于哪一边是阳间 哪一边又是阴间 我想我不必再多做解释 相信各位都已经十分清楚 陈讯请于提问 近期中国里面 把商业版图拓展至台湾地区 甚至在发货差外边 外起脸书和音识 10月上时 更是推出了川庆双十 庆祝国庆的优惠活动 引发许多爱国民众的不满 请问这个发言人 如何评价这样子 两面手法把玩的品牌呢 其实虽然李宁一向是 以爱国品牌自居 但是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并不感到意外 早前呢 中国就已经接获可靠消息指出 李宁和小日本 暗通款取多年 日本当局甚至允诺 在儿童卡通当中替李宁 做植入性行销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中的 这个是 忍者福布君 是一部动画 也有人称呼他是 忍者哈特利 各位想想看 这个动画当中的这个主角 是不是在每一句话的尾端 都会加上一个意义不明的 发语词 李宁 呢 这就是铁一般的证据 可见李宁勾结境外势力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 我在此呼吁全国人民同胞 一起抵制这种 吃理爬外的 恶劣企业 经济日报 绝终中学 拜德国发言人赵立金 自行把台湾当局的 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 台湾驻美经文处 请赵发言这种 替台北升格 证明为台湾的做法 有不妥 确实不妥 事实上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 特地从联合国返回 中国国内支援的原因 部分新近同仁 连番出错 先是追踪日本成人影片女优 然后又贴出了 不包含台湾的中国地图 到这次把台北升格成台湾 都是比较低级的错误 有鉴于事不过三的原则 我们已经暂时请赵立坚同志 稍作歇息 前往新疆思想整改 待水平提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 再返回岗位 这一系列安排 就是台湾岛内同胞 常在嘴上说的超前部署 旺报记者 台湾当局的自卫部门 不好意思 更正 自我防卫部门的负责人 邱国正 日前公开表示 中共的军事水平 目前已经有武力犯台的能力了 但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不过到了2025年 成本将更为降低 并且具有全面犯台的能力 请问发言人 全面犯台意味着 您也要一块去报销祖国 我也想跟您一块去报销祖国 请问发言人 有什么看法 这位记者同志请你自重 事实上这位邱国正先生 所谓2025全面犯台的言论 是彻底的一派胡言 想让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因为我国早在500年前 1521年时就有能力全面武力犯台 这500年来之所以没有特别快速的采取行动 让台湾岛上的顽劣分子成天担忧 我们会打过去 提心跳胆的过上每个日子 从精神上来折磨他们 总之只要中国人民解放军 想要武力犯台 随时都可以犯台 根本不用等到哪一天 天天想犯台 天天都想你 天天也问自己 我是Vanity Fair的记者 那最近中国有很多整肃娱乐圈的手段 像是禁止娘炮的这个文化 这个禁鱼令让很多本来就是 形象是很beautiful boy的这种男生 变成好像一定要很多muscle的这种tough guy 尤其是像那个选秀节目里面 那个叫做创造营2021的冠军 那他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原本是用那种很delicate的makeup出现的 那现在呢 已经不化大农妆了 要变成的都是很senshin boy的这样子形象 请问这样子是不是让中国的那个性别的歧视越来越严重了 歧视 你说毫无逻辑的问题 才是在加重全世界对中国的歧视 所谓的禁娘令正是一体维护两性平等的特效药 因为方金已经开始吹起了一股歪风 就是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指吗 莫名其妙 难道我看起来很可爱吗 这代表着男孩打扮起来的可爱程度 已经逐渐的超越女孩 因此禁娘令的用意就是在防止男孩继续可爱下去 将可爱的权利保留给广大的中国女性同胞 是一项维持两性地位平等的良善举措 新浪娱乐提问 近期国际串流平台网费上面的一部韩国戏剧 《优鱼游戏》大火 引发全球激烈讨论 但是画面情节过于写性 加上我国并不允许网费的服务 国内民众是不能进行观看的 但是韩国驻我国大使 却向韩国国会表示 我国盗版播放UUU式的非法网站有超过60个之多 想请问发言人有何回应呢 谢谢 中国的人民是很乖巧 绝对服从党领导与指示 不能看的就不会看 当然不会有盗版网站的存在 更不可能跟风去舔碰堂 在此要证告韩国当局 中方是不会参与这种 互喷莫知的乌贼游戏 我说中国新闻网 近期我国很多地区都在限电 以爱国为主旋律的网红 就声称这是中国正在下一盘大旗 因为透过限电 可以控制很多商品的国际价格 让美国在贸易战争当中投降 请问发言人咋看呢 事实上有关部门也观察到 这样子的现象 中国限电的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缺电 那就是对不起 就是缺电 然而按照这些人下大旗的思维 言下之意就是 国家就算再有电 也不会让企业和人民来使用 为的就是打赢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所以说这些号称爱国的自媒体与网红 基本上是有热点必蹭 他们运用这些具有误导性的观点来乱带节奏 甚至产生了低级红 高级黑的效果 像是黄安就是这群低级红当中的头头 我们称之为低级头 低级头 所以请中国国人同胞 即刻起拒绝所有的 低级头 products 基本有读 东方内报 我国军人的国庆假期期间 河南郑州举办了一场 无人机的大型表演 但现场却发生了意外 许多还在运转中的无人机 从高空中往地面走落 使得不少游客近乎连连大受惊吓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关于这起事件 中国官方已经定调 这些游客们发出来的是欢呼声 而不是惊慌失措的尖叫声 事实上无人机从天而降 本身就是表演当中的一个环节 名称就叫做流星雨 无人机从半空当中 华丽地掉下来 一转眼进到民众的眼前 正是所谓打破第四道墙的表演手法 这些游客也是因为看到出色的表演而喝彩 并没有出现您刚刚所提所谓的意外事故 专业新闻 在本月一号的时候 中国有一名男子搭着卧铺列车 要去海南山崖旅游 但是呢 他发现上铺的这个女生很漂亮 竟然就这样kiss下去 还好这个女生呢 赶快吓一跳起来 她在下铺的丈夫也赶快制服这个男子 请问发言人在中国大恶铺都是 呃 您有这样的经验吗 你问我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只能说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我在小学时读完睡美人的故事之后 我就进去找了一个女孩来测试 但当时那火辣的巴掌 让我至今难忘 所以我也准确认识到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鼠鼠已经试过了 请小朋友不要模仿 下一题 福建电视发问 9月下旬 国际自由潜水协会AIDA 举办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 转播过程中 却里里在台湾省选手名字旁边出现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台独奇志 经过有关单位抗议啊 终于下架了 我国伟大 但是其余各国选手 却也要求下架自家的国旗自我阴割 最后AIDA 只能出面道歉 请问花员人 怎么评价这次的书建呢 这种小打小闹的伎俩 中方严肃看待这样的国际事件 我们仔细审视参与串联的国家名单 包括了俄德 法美日甚至连澳洲 韩国荷兰都在其中 无异于是现代版的八国联军 列强再度试图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列强必须搞清楚 中国已经不是那个 积弱不振的满清政府 给大家看看 习近平主席和当年的慈禧太后 也长得是完全不相似 最后中方要对于AIDA 这种道歉的行为表达强烈不满 如果AIDA想要在台湾 与中国大陆之间选边站 那可就选错边了 毕竟中方一向只有打人的份 没有挨打的份 浙江卫视 前阵子的我国十一国庆期间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 黄景兴也发文庆祝 但是却眼见了民众发现 黄景兴在国庆日假期旁边的标签 暗藏了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请问发言怎么看待这样的事件呢 关于这起事件 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 是不是有官员在从中倒戈 不过我也想请中国的全体同胞 不必过于担心 毕竟中国中央政府 安插在香港特区政府里头的官员 基本上本来就是白好看 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 就像你也不会在乎 你桌上的公仔 是心向日本 还是心向祖国 或者是兜里有绿卡 对吧 这个湖南卫视提问 那从九月上旬开始 那个浙江省沥水市 现在通报了七名的民众 他们确诊有这个鹦鹉热 那他们都发生了像是 你说全身酸痛啊 或是全身无力呼吸困难的这些症状 并有一名病患 很不幸的不治了 那请问发言人 有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透露呢 请问发言人 有更多的消息可以透露 他什么啦 他说什么啦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就先到这个地方 先要发布会 你不要往这个地方 先要发布会 你不要往这个地方 你不要往这个地方 你不要往这个地方